本色音樂在九日盛大舉辦音樂祭 讓不少粉絲都到場朝聖 頑童還有兄弟本色久違的合體 也讓在場粉絲全都還翻天 而熱國在台上也剛好談論到 壽子經歷被爆出了酒店風波 他直接在舞台上替好兄弟報區 打包票表示壽子那件事情 百分之百是無辜的 並少說男生都有去過酒店吧 酒店都是黑道在為室 一個18歲的男生如果可以在那邊釀的話 現在壽子就不會叫壽子 他應該叫瘸子 超幽默的發言 也直接笑翻現場所有人 熱狗接著說 這件事情本身就太荒謬 他也不想解釋太多了 此話一出讓台下歌迷瘋狂吶喊 用尖叫聲力挺偶像壽子 也成為當天音樂祭的一大亮點 也有臨 是 當天音樂祭的一大亮點 你一定會找到你 這件事情 是